屏東有間機車行業者長期是把二十幾輛代售的中古機車 還有維修工具通通都擺在人行道上 整個人行道有一半就被擋住了 不只如此他們也把機車是擺在後方水溝上 違規加蓋的鐵皮空間 但水利署卻表示因為沒有安全疑慮 沒有辦法強拆 只能向使用者來收取補償金 業者將二十幾台代售的中古機車 直接擺在店門口展示 直接把人行道擋住了一半的空間阻礙通行 屏東市自由路一間經營了十三年的機車行 業者長期將數十台機車和三個機車升降台擺在路上 擋住人行道約一公尺 客人上門洽詢買車時 甚至會把車直接停在大馬路上 有民眾受不了去年八月底 就傳了好幾次報案簡訊 還上網PO文 真心好奇為什麼可以這樣占用人行道 檢舉警方完全無效店家繼續放 人行道上擋路確實是不應該 因為車子平常那邊會影響到交通 應該要做改善這樣 就不能繼續再把機車放外面 警方貨報到場開單已經不止一次 本所業以依規定舉發 並將針對該路段違規停車加強取締 店家還將機車擺在後方勾綴上方 加蓋的鐵皮空間同樣違規 根據農田水利法第十二條規定 農田水利設施不得兼做其他使用 目前只有為了人車通行才能在勾綜上面 合法施作版面當作通道 但是原有的違規設施如果沒有安全疑慮 相關單位無法強拆 店家表示將把機車撤離 還給用路人行走空間 記者蘇一庭抽建薰林安平屏東報導